每一片瓷砖 以专业呈现卓越品质 欧式经典 现代演绎 诺贝尔瓷砖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周刊 为了讨要工资而上演跳楼或者跳桥秀 新闻当中出现的画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这一次在广州的跳桥秀 人多创了记录了 而处理也相对快速严厉 本周16名广州某啤酒公司的员工 因为讨要加完工资没有成功 爬上了海珠桥造成了交通瘫痪 道路受阻两个多小时 事发之后警察一再劝告 才使爬桥的人员被劝下桥 之后依法对两名组织者刑事拘留 其余14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理 从对公众利益 既对城市运行的损害上来看 有不满就爬海珠桥的这种方式 的确应当严肃处理 但是为什么劳资纠纷解决的道路 却总是堵着 为什么总要上演跳楼秀 才有可能要来工资 这条路如果不畅通的话 将来类似的讨工资的方式可能还会出现 我们又该怎么处理呢 好了 接下来看看本周 还有其他哪些特写 虽然已经是第四年站在这个广场上 但是沐瑞亮还是十分的紧张 因为台下这些搬着小马扎 裹在棉袄里的听众 可不是来听他演讲的 而是来为他这一年的工作打分的 11月3号北京市通州区永乐殿镇的 38名村支书 每人三分钟陆续登台 做自己的数值报告 而台下的5000多位村民 则是按照每个村落的标志牌 列队而坐 实事求是 跟你他发言这个做的实事 完成的任务 我来进行来话 数值在今天的永乐殿镇 已经成了村民们的流行语 用他们的说法 一年两次的村支书数值 就是年初把今年的计划给大家交个底 年终再看看承诺的事到底兑现了没有 5000多人在下面听着 这真是让台上的村支书们忐忑不安 在没上台之前就开始就就觉得心里边非常紧张 拿着那个那个翻眼杆那个纸就多了 然后到上面去念呢 这念的过程当中越越念越觉得自己这个事啊 有点虚 而且那下边又坐着村里边的党员 村里边的村导代表 这些都是荡乡人荡村人 都了解他的情况 有的要说一句半句的这个瞎话的话 老百姓当时就能就能听出来 所以他非常紧张 这一紧张呢 这个事再一虚点 当时那喊话就往下流 确定是